随着中国传统民族乐曲翩翩起舞 2015加拿大世界小姐候选人吕云磊 与多位来自不同文化艺术背景的艺术家 为《碑诗综合儿童基金会》筹款活动献议 作为活动的发起人吕云磊表示 希望在推动原住民及多元文化交流的同时 为残障儿童寻求资助 而这也是她第二次发起儿童基金会的慈善活动 和上次不同的是我们这次 确实是融入了筹款的环节 那么所有售票的收入都会直接捐献给 这个《碑诗综合儿童基金会》 我们目前为止通过售票 还有大家的这个赞助和支持 还有这个donor 我们一共筹集了6000多块钱 多位联邦省府及文革华市政府代表 到场支持年轻人举办的慈善及文化交流活动 我相信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促进多元文化 还有促进这个乐器写权方面 她做了很多工作 所以我很高兴今天也参与这个工作 尤其是年轻人 让他们的心 让他们有这个爱心 参与这个实现的筹款 我相信这是很有意义的 加拿大世界小姐组委会主席拉吉表示 世界小姐的口号是美丽有意义 而这一口号在候选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我们有很多事发生在国内 但是我们支持他们的很多方法 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方法 这是我们的这个方法 吕云雷表示 距离筹款活动结束还有两周时间 希望看到更多爱心人士为残障儿童伸出援手 凤凰卫视李东尼 苏一恒 温哥华报导